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还记得股票的一句俗语吗 底部进场 不赢也难 所以各位今天我们一开始 还是不浪费大家时间 开门见三就跟各位报告 我每一天我每一天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想办法帮各位找到一个 所谓底部进场的股票 底部进场不赢也难 尤其是底部还在出量 那么这档股票呢 我K线都敢让各位看 集团的游戏股 第一个它是游戏概念 你不要说老师啊 就是我们现在常常看到 这个知冠网龙吗 当然不是了 因为呢它还有NFT 国外的NFT加持 而且爸爸跟哥哥都是元宇宙概念股 所以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你说老师那会不会是威胜侯达电 也绝对没那么简单 只是要跟各位传达一个概念 各位去想想看 第一个爸爸还有哥哥 这些相关我当然是用这个形容 就是母公司跟其他的子公司 都是元宇宙概念股了 而他呢 以前是偏向于整个集团里面 偏向于游戏 甚至是幼儿游戏 甚至是跟国外的游戏大厂 来做一个合作的 所以不是我们国内的游戏股 你也不要给我猜说 是不是Oh my God 哇我们今天Oh my God 还在涨停板啊 所以呢各位看到没有 最重要的你要看到什么是 最重要你要看到财富指挥官 又是最有诚意的节目 如果我今天是要跟你讲说 来我们今天早上发一通讯息 今天可能就有人这么做了 发一通讯息说Oh my God 今天可以买 然后今天就可以讲说 Oh my God 从110块买到现在 我问你一件事 这种节目我常常看 等于说尽量的去夸张他的绩效 这种节目我常常看 但是呢这对电视机前面 真的来加入的人 没有任何的帮助 你说对不对啊 要讲呢就要从这个底部的时候 开始讲啊 要讲呢就要从110块 之前附近开始讲 等一下我们要跟各位讲 111块 我怎么跟各位讲Oh my God 甚至呢之前还有包含了 8450的一个霹雳啊 我给大家的还常常发现一件事情 只要我国际趋势 产业上游研究对了 那么一整个军流冲进来 往往是一整个族群都会涨耶 你不要等到后面啊 股票市场真的是所谓先知先灵啊 只做第一手赚钱一定有 等到后面才来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我们今天就算拿宏达电来说好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就算拿宏达电来说好了 这里多好赚啊 这里多好赚啊 你到这边有没有很好赚啊 这里谁 真的必须要讲说你卡位进去的人 至少都是70%啊 各位看到没有啊 这里卡位进去的人说长了1.9倍啊 这里好不好赚啊 哪怕今天的预创啊 这里好赚吧 这里咧 可能也比较难赚很多啊 预创今天又有新的题材 所以又攻上去啊 但是至少要跟各位讲一件事啊 至少告诉各位 元宇宙到目前为止仍然强势 元宇宙长上去我怎么说的 我说这叫出声段 随时随地还会有攻击性的行为发生啊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两种节目你可以不要看了 第一个跟你讲说 元宇宙什么没有EPS不能做 什么元宇宙所讲的题材 什么是还在怀疑还在看的啊 我告诉各位一件事啊 我们都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了啊 深化的元宇宙啊 你只会看到元宇宙的头盔 我都带你看到元宇宙里面的OLED面板啊 我都带你看到元宇宙里面 未来的游戏 未来的3D立体游戏啊 所以不要拿别人的节目跟我们比 我们一直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 新的观念 革命性的观念 我问各位一件事啊 股票市场要赢大钱 就是要革命性的观念啊 他也都在做这件事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里是不是你的手机变成触控手机啊 这里是不是你的手机通通变成苹果手机啊 就是因为有的苹果手机 有的那种滑板的 这种滑的手机 整个股票才会大涨啊 就算拿大力光来讲 也是从200块涨到105块 同样的 宏达店也是280块涨到1000多块 1300块啊 我们就举这一年 民国98年当例子啊 现在以前是手机出现的第一年 用手滑的触控手机的第一年 现在我要跟各位讲说 手机又换了另外一个形状了 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头盔的VR 所以这张股票 你都还有机会啊 还是告诉你底部进场不赢也难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之前有没有告诉你什么东西可以底部进场 NFT虚拟货币按艺术品叫收益市场 如果老师现在都有人在讲NFT 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NFT是什么 我说NFT你如果翻成非同质化货币的话 我跟你讲你大概玩不下去了 总之呢 他是用所谓的比特币去交易 艺术 音乐 游戏等等这些的 那么谁最有这个价值呢 各位没有想过一件事 肖像权啊 我讲个没输赢的咧 各位假设你将来要黄老师的肖像权 也要给钱的啊 我如果把我的这个肖像权 上OpenSea的话 你也要拿以太币来跟我买耶 可能是卖一半块钱以太币就差不多了 我不敢卖太贵 可是各位没想过啊 黄老师可能值0.5元 因为最低价的以太币 在OpenSea里面的价格 可是像他呢 史燕伦值多少钱 素环针值多少钱 藏镜仁值多少钱 那都累积了非常多的记忆啊 等你有了这些所谓的布袋系的一个肖像的时候呢 你进去里面找朋友很容易 因为假如我扮演的是素环针 哇隔壁有一个朋友 他扮演的是谁 史燕文 那他就是 你就不用问他 你就知道说他跟你一样 都是霹雳布袋系迷 你们将来发挥社交的功能 就可以开始聊天 那么你看到哈欠两期你也知道说 一定是霹雳布袋系的 你不会去找什么比卡丘 假设另外一个是 买了一个比卡丘 他又买了一个什么土龜啊 那你就知道说 这是日本卡通片的 假如他买了一个关公啊 他买了一个刘备 你也知道说 他这个三国制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啊 基本上来讲 他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交功能 跟认同卡的功能 就像什么 就像你买了中信 中信兄弟棒球队的认同卡 你不会跑到富邦那边去站 或者跑到统一那边坐着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未来的虚拟世界 霹雳布袋系给你游戏玩 给你游乐场玩 顺便给你NFT的肖像权 亲爱的投资朋友 有没有一路上往上涨 而且带动了整个市场上面的一个风潮 我在谈霹雳布袋系的时候 根本市场上没有任何人认同 也没有任何人去提到这个股票 你说对不对啊 这才是你真正要看的节目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原先属于尊惠股 因为我说实话 当时的成交量并不多 限制交易中 现在呢 都可以进去 看到没有 抠去也写在上面了 抠完之后 还有没有继续涨 还有耶 还有继续冲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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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不就是你需要看到的股票节目吗 23块 现在是53块耶 这一来一回110%耶 这不就是你需要看到吗 50万变100万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 变完了没有 当然还没有啦 各位看一下 这根K线在哪里 这可是股市现场节目啊 在这里吧 我是等到今天才跟你讲吗 我是这个时候就告诉你了吧 你对一下图吧 我跟你讲说 请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去 很多人都等报纸跟你说 我都不会等报纸 我说你各位看到没有 AR VR 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台北市政府 看到没有 新推广新少年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在那边合作的 那就是Oh my God 底下的茂围啊 那就是Oh my God 底下的茂围啊 而且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Oh my God 还有金流 也就是现在大家在谈的 绿界金流最重要的功能 它是绿界金流的母公司啊 我说底下它这些游戏 这些玩偶 那么将来你没有 Oh my God的游戏 基本上来讲的话 人家就会看到没有 这叫什么 LUNA Online 看到没有 变成是LUNA Forever 典藏时装派对 有很多女生 喜欢玩时装派对的游戏 我女儿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啊 游戏谷啊 我真的讲一件事情 我也不怕你知道 也不用不怕你知道 我们家没有买网笼 但是我跟你讲 我目前还是认同 我在连线的过程当中 有跟你讲过的股票 我目前都还是认同啊 但是跟各位讲说 各位 这就是所谓元宇宙 非常重要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原理啊 今天其他的时间 还比较难 跟各位全部来做一个说明 那么很简单的 来先注意一下下 你想不想要一个 Oh my God第二 今天时间 因为我等一下要上股市现场 想不想要Oh my God第二 他还有集团的概念啊 他哥哥就是元宇宙概念股 已经涨过啦 爸爸也是元宇宙概念股 母公司也是元宇宙概念股啊 股价呢又在最低檔 我说你不要看了啦 我只做这件事啊 这檔股票如果市场上有其他分析师做过 可能是不小心碰到那可能 但是他可能讲的不是元宇宙题材 他讲的也不是游戏的题材 我说过你看到没有 这张这个图啊 里面每一个都价值十几万 全部加起来价值多少 2亿多啊 所以你千万不要去小看这些什么 球员认同卡NFT本身的一个市场 他这些啊 国外的游戏的图卡进来的时候 对他的一个加持度就非常大了 欢迎各位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这就是所谓今天底部进场 特别是元宇宙游戏谷底部进场 还有机会请你想尽办法跟上 掌停掌停再掌停休息一下 圣诞领声响礼物三个来 好礼一帮你出一半 好礼二开红盘起酸 好礼三神秘礼物 运达投顾圣诞温馨礼 错过等明年 错过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谷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0909 圣诞领声响礼物三个来 好礼一帮你出一半 好礼二开红盘起酸 好礼三神秘礼物 运达投顾圣诞温馨礼 错过等明年 错过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工作室脚被砸到 老板不肯入场 也没上病假 我要 打官司了 别担心 劳动事件法设有专业法题 有专业法官帮你先调解 调解不成才进行诉讼喔 劳动事件法保障劳资诉讼权益 化解生意更快更容易 圣诞领声响礼物三个来 好礼一帮你出一半 好礼二开红盘起酸 好礼三神秘礼物 运达投顾圣诞温馨礼 错过等明年 错过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2781-0909 圣诞领声响礼物三个来 好礼一帮你出一半 好礼二开红盘起酸 好礼三神秘礼物 运达投顾圣诞温馨礼 错过等明年 错过阵线02-2781-0909 2781-0909 资源循环深深不息 我说元宇宙的涨停板还在持续啊 大盘今天大涨啊 元宇宙也继续涨 大盘昨天没有大涨啊 元宇宙还是继续涨 如果你要看这个3687的Oh My God 或是所谓游戏谷的话 大盘昨天没有大涨 照常大涨 对不对 大盘今天大涨了 那么收掉了哪些 我们讲另外一档股票 收掉了一些啊 其他游戏股的一个 所谓的卖盘 因为通常大盘大涨的时候呢 人家比较喜欢买大一点的股票 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大一点的股票要不要创新高呢 明天可能会啦 因为我认为啊 预创有点补涨的味道 为什么说预创补涨呢 各位看一下3508的位数 位数早就多长了这一节出来 对不对 看到吗 那么预创呢 哎哟 怎么这个时候他在那边蹲啊 我那个时候一直觉得说 预创实在是 有点小可惜 就是在那边蹲蹲蹲蹲蹲 但是各位注意一下下 不管是预创也好 或是位数也好 请你注意 我只能在这边很短的跟各位说 预创他所做的这个3D影像IC呢 所有的元宇宙的头盔都可以用 不一定是红达脸 同样位数所做的 这些塑胶外壳表面处理 所有的头盔都可以用 包含现在那么META 也就是脸书的 Quest 2的基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用这个位数的 甚至3406的郁金光啊 这个所有的 这种所谓的这个VR 他都能够用 所以原则上来说的话 似乎啊 这么如果比较涨幅上面来说的话呢 那么红达脸这次不能算是最红的 你一定要听清楚 我跟你讲的话哦 所以呢 一开始是简单的头盔 简单头盔是什么 红达脸嘛 META的这个Quest 2 METAQuest 2 现在还是简单头盔啊 红达脸是简单的头盔 跟高阶的头盔都有做 但是 现在目前高阶的头盔 其实因为还没那么快 应用度还没那么广 反而是脸书有的时候满狠的 他把自己的 里面设计的内容 只有用什么 只有Quest 2 脸书的头盔才能用 所以呢 反而是啊 因为他还不见得能用 所以看到没有 他才是脸书的头盔啊 看到没有 哈 第二个 元宇宙目标受益股大涨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说 我有这个头盔 有人可能会先买 有人可能会后买 像我还在观望 我现在就直接告诉各位 我一定是买这种高阶的 好的 非常棒的 设备要大厂 能够沉浸的 能够用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的 所以我还在观望 因为我觉得 现在买进去只有 让我儿子玩到起笑 但是 什么东西会慢慢出来的 对啊 你将来要玩这个游戏 我是不是要先设计给你啊 你将来要玩这个游戏 我是不是要先设计给你啊 我讲的比较好笑一点是 爸爸我的游戏啊 老灰啊 欸 电视机前面跟我一样 五十几岁的举手 你不认识史燕文啊 素环真可能还没那么熟 你不认识素环真啊 你不认识阿 你不认识阿 那将来他做一个园区 你只要带几个 以前他买布袋系 现在不用 你可能买布袋系的授权 然后贴几个那种所谓的 相关的晶片 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 开始玩起来 你想要做黄敬哲这样 就打到了知道吗 OK 这就是他的3D立体游戏 那么今年年底的时候呢 也就是春节党期啊 据说素环真大片3D的 也要上来的 这一定是配合游戏推嘛 配合怎么游戏 元宇宙游戏啊 他还有元宇宙的园区 所以各位目标区都已经出来了 看到没有 这个也是啊 直接跳到目标区进去啊 我常常讲一个笑话一件事了 请问啊 那么一样哦 举手哦 你记不记得第一批举手叫什么 宏达电 有没有有元宇宙概念股 哦 是我 宏达电就举手了 威胜也举手啦 玉创也举手 他不举手 你也不知道他是元宇宙 而位数我帮你举手啦 OK 对不对 大家都来挖这个嘛 接下来呢 请问一下 Oh my God最近为什么会涨零 最近啊 所谓目标区啊 目标区是最好的 就是说我将元宇宙 结果呢 不好意思讲 电磁股就是等这种机会 就是我刚好站到这边啊 很像什么土地重化 我家的土地趕快在这边 刚好在这边啊 你现在要发展元宇宙 我Oh my God举手 看到没有 这两天叫做Oh my God举手而已啊 中间只有三个字 是我们最近每天都来讲 叫NFT啊 请问其他游戏不会举手吗 蛤 请问其他游戏不会举手吗 不是要举手 嘿明天就是掌零板 老板不会这么做吗 还有咧 各位看到没有啊 来 我说过这个头盔 我今天已经没有时间再讲下去 这个头盔里面还发生什么 这个眼睛要戴很久啊 你不能说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飞机来了 对不起啊 我讲的是很简单的头盔 我带的是这个所谓友达 友达现在有做一点 反正我带的是很简单的TFTLED的面板 15分钟之后说 美国人跟中国讲 对不起暂停 那美国人一定用这个吧 一定要用这个吧 元宇宙新成员啟动 什么头盔式装置 看到没有 这是谁告诉你的 还是我呢 还是我呢 谁跟你讲的 全台湾还是我在跟你讲这个 全台湾还是我在跟你讲这个 没时间翻了 就是我跟你说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那么甚至呢 还后面 在这里 莱保 从这里莱保开始 对不对 这个至今 甚至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啊 这种遥控飞机啊 也是元宇宙的目的啊 干嘛 美国人希望拿那个没人飞机 打你这个有人飞机啊 不管怎么打他都赢啊 要不然不好意思说 什么阿拉伯的 伊朗的 中国大陆的 那个 民主国家的军队 每一个都怕小孩 这个我是说真的 这是很人道的 我如果飞机打完了 那就投降 我觉得这也是很合理啊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说 有些时候呢 时间上的关系 已经快要讲不完了 有很多的游戏 一个接着一个 像这个哈 虚拟赌场 看到没有 你知道现在Descend Land上面 有虚拟赌场吗 赌什么 百家乐21点 看到没有哈 那么Descend Land的game上面 一口气推了多少 推了三个游戏 三个那个啊 这个叫德州扑克啊 这些都是游戏啊 这些都是算很重要的游戏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 刚刚丢哪去了 其他的已经先涨上去了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我还是告诉各位一件事哦 刚才所提到的这一档 元宇宙 跑去哪里啦 救命啊 赶快帮忙想办法 好OK 来注意哦 其他的保险 跟各位所提到的 第一个 一定是像这支股票一样 在低档 一定在低档 第二个 爸爸跟哥哥 也就是整个集团呢 都是属于啊 整个集团 都是我们所讲的 元宇宙里面 相关性质的一个个股 那么基本上 这个游戏概念股呢 又是一样 底部进场 不赢也难 我相信 你已经陆陆续续的 在找我的股票了 很多党都会 跟这一档霹雳一样 一下子 从十一月到现在 为止就大涨 欢迎各位 想尽办法 赶快跟上来 NFT 就是现在最大的金流 请你想办法 赶快跟上这一批 非常重要的 元宇宙金流概念股 就是所谓的 跟你提到 集团游戏股 底部进场 进场之后 就会掌停掌停 再掌停 咱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圣诞领声响 礼物三个来 好礼一 帮你出一半 好礼二 开红盘起酸 好礼三 神秘礼物 暈打倒顾 圣诞温馨礼 错过等明年 错过站线 零二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 二七八一 零九零九